一名黑衣女子高举着玩具枪 冲进一间银行里 声称要取钱 还有她的同伙 一共十几人大闹银行 有人拿链子锁住大门 里面的人吓得惊声尖叫 能看到女子 瑕疵着一名银行员工 要求赶紧拿钱出来 还一度跳上桌子 摇晃着玩具枪 现场是一片混乱 尼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一家银行 14号发生了银行抢案 同伙还拿着手机在直播全程 但女子表示 她只是要取走 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 只是在争取她应有的权益 原来女子是为了替姐姐 支付治疗癌症的费用 情急之下才出此下策 受到经济危机影响 尼巴嫩政府 签置民众每个月 只能提领六千至一万二台币 为了筹措医药费 她曾多次到银行要钱 却没有得到回应 如今账户已经被冻结至少三年 于是她号召其他民众 组织这次的抢劫行动 最后女子成功带走了约四十万台币 在警方到场前 一伙人砸破窗户逃跑 不过抢劫过程 引发不少人共鸣 网络上甚至还有不少声援的声音 由于上个月 贝鲁特才发生类似的银行抢案 短时间内又发生第二次 引发全球关注 记者综合报告